HELLO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喔 就是當我們吹到最高音聲發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我們要吹的音明明是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喔 如果你想要徹底的解決呢 你必須去找你的老師 告訴你怎麼樣一步一步的練習 那我今天這邊就只分享一個很小的小觀念 就是說 當你會發出這個音的時候代表 你的口腔的位置是不正確的 什麼叫做口腔的位置呢 事實上我們吹每一個音 都有一個屬於它真正最正確的位置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講每一個不同的字母的時候呢 我們的口腔會很自然的去調整到那個位置 那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們不用特別去想它 但是在吹樂器的時候 尤其是在最高音的時候 你的位置只要稍微的不正確 它就會發出錯誤的音 我舉例來說 我現在都是按一樣的指法 我只是在調整它不同的位置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音 那怎麼去練它呢 剛開始你可以先用圓滑線 從下面的音往上按 先習慣一下這個位置 一直去記憶它 再開始慢慢試著加舌頭 然後試試看起音 剛開始可能會這樣子 沒關係 只要你持續的練習 就是每日不間斷的 慢慢你就可以很準確的發出這個音 PARES BARES CH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